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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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諾斯 那最近8月3號的時候 NBA2K23已經傳來全新的消息 那關於這次2K23的電腦版 確定還會是本世代 但是有一個非常重磅的消息 就是本世代跟次代的建模 終於同步了 就不會再看到紅藍餅 什麼黃綠餅之類的 你就會從頭到尾都自己點你的屬性 這其實對於電腦玩家來說算是一個好消息 要不然原本的建模 其實被限制大概也就那幾種 玩起來就沒有吃在那種 自己想要創什麼角色就創什麼角色 例如說我今天想要創一個 純鎖房的內線球員的話 就你可能還會被迫點一個3分9屬性 或者點一個扣籃屬性 就會導致你的角色看起來有點似不像 雖然電腦版本還是本世代的 但不無小補對不對 那今天2K23的內容升級 其中第一點就是 大幅度的改進了一些技能組合 改進的項目包含了技巧扣籃 然後讓球員更加神武奇蹟 以及更逼真的動畫 每一年都說自己的動畫更加逼真 那原意是在於說 其實這次是有專門找像是 Devon Booker啊 Zach Lavin等等的圈子 再來進行他們動作的一個捕捉 其實每一年都會這樣做 所以我自己覺得 站起來這點是可以忽略掉的 因為每一年都會這麼做嘛 那接下來他首先談到的點就是 我們的進攻 防守是去年遊戲裡面的重點 其實我在去年的話 有創一隻守防型的控救後衛 那隻角色在守對方的那一種 就是小老鼠 我沒有記錯公園玩家叫那個 就是可能180幾公分 在那邊運球來運球去的群人 叫做小老鼠 就是旁邊底角站兩個人 然後配一隻小老鼠那邊 專來專去 這就是現在MyPark公園裡面的 一個常見的狀態 但我自己覺得這可能 短時間之內也沒有辦法 有任何人去解決這件事情 因為其他分工根本不重要 但是我其實真的要講 去年的一些防守徽章 我確實有感覺 但是防守真的是重點嗎 我自己可能是沒有這麼大的感觸 在2K23裡面的話 我們加入滿滿的進攻新特色的一個升級 在2K22裡面可以說是外線球員的舞台 身材交響的後衛比起高大球員來說 要更有優勢 這句話本身我自己覺得喔 我很難評價什麼耶 因為你要知道NBA2K還算是一個 這個角色模型的遊戲 小老鼠之所以防不住 是因為他們卡運球動畫 然後他們卡到最後那個 但我自己認知知道 那也是籃球遊戲的一環啊 不爽就不要玩了 簡單說就這樣子 但是你要說身材交響的後衛 比高大的球員更有優勢這點的話 我可能是不是那麼認同 我只能這樣講 而場外投籃的話 更是線上比賽的一大特色 阿這個絕對是確實啦 因為你要知道 你只要一打線上模式的話 你就是看5YZ站著 然後你就配一個切入比較強的 例如說LeBron James Ben Simmons 等等球員 然後你就看其他有沒有過來補防 一補防就給外線掏三分 就簡單說就這樣子 這其實老實說也蠻符合現在籃球的 與虛擬遊戲相比 那我們更加決定 在衝框的球員上面 進而增加強攻籃框的各種工具 那其實這件事情 Michael Wong也有證實 就是左方也是非常強的 所以我在想今年的話 或許我還是會建議一個 這種 左方型衝框者 之類的這種球員 那接下來第二個 就是他有講到這個 專家搖桿的升級 今年最顯著的改動的話 莫過於專家手感的 這個全新手勢組合 其實以我講的話 去年我比較會用專家投籃的情況 就是在王朝模式裡面 就是我邊運球 然後切入到籃底下 然後來做不一樣的扣籃 例如說我想做反手扣籃的話 我就會往邊線那邊 就按住然後做一個反手扣籃 這些等等的技巧 那今年第一個新增的東西叫做雙頭 這個雙頭結束我看一下 朝一個方向搬動專家搖桿之後 讓搖桿回彈來中間 然後接著快速的把專家搖桿 搬向同一個方向 雙頭是怎樣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的話 是板板 就是你朝一個地方拉動之後 再往 然後再把專家搖桿 從另外一個方向在那邊轉 這兩個我覺得 要看實際的演示畫面 我才能了解他想講什麼 這些新手式教是你 射籃跟運球的有力武器 那好 到時候如果可能出現了更多畫面 我再給各位解析一下 但專家搖桿這個東西的話 我真的很少看到 這個My Team模式跟MC模式 沒有的話有人做這件事情 大多數真的 都是屬於那種 單機的王朝模式的玩家 感覺比較常見 但我也不好說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技巧扣欄 那再來灌籃方面 2K22的計量表灌籃回歸 這個就是空中接力的時候 就是有個計量表 就是你要當那個點的話 才有辦法隔扣人家 其實我覺得這個設計還算不錯 你在現實當中空中接力 不是這個張口就來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也算是合理的一個改動 所以2K23的話 會把這個系統繼續延續下去 而這次的全新指令 可以讓你更加精準 進行扣欄控制 避免在無意的情況下 使用技巧性扣欄 按住衝刺觸發鍵 衝向藍筐時 可以依照以下新的專家指引來進行灌籃 反正總而言之就是 它有好幾種不一樣的灌籃 有那麼一點點的 這個多死一舉啊 因為它還增加那種上上啊 什麼下上啊 上下下之類的 就是通常我們在灌籃的話 就是講求一個儀器喝成 然後你要把這個指令搞得有 那麼一點點就是還要上上下 就是有點微微的複雜 但控制掛框灌籃 掛框灌籃在我眼裡 就只有帥的一個意義在 其實我覺得它好像沒有是一個 我覺得完全需要的東西啊 在吃吃袋裡面的話 我們將以物理的方式 模擬實際掛框 然後將一時體驗 拉到另一個新的境界 它掛框還可以如何選擇掛框欸 就是你掛框的樣子 可能還會不一樣這樣子 因為你原本的掛框的話 好像就是雙手掛框 然後在那邊拉兩下 這樣之類的 比較稍微簡單一點的掛框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動畫 那如果你可以選擇怎麼掛框的話 或許是一個娛樂性的體驗 當球員那手碰到藍框時 同時按住衝刺觸發鍵 你就可以一直按住觸發鍵 然後在那邊一直擺一直擺 我今天是要玩什麼 那種橫板過關遊戲 一直甩這樣 好啦 這個就是一個娛樂性的改動 我覺得沒什麼 如果不小心你在NBA的比賽 掛框太久 你會變成技術犯規 笑死 啊 當初的LaBROGEMP 都可以在那邊掛一掛去 我不能掛一掛去 哭啊 那我們接下來就直接講下一點 衝框拳 如果想要在藍框處進行強勢中結 可以使用雙頭手勢來做這個墊步上欄 反斑的話可以做出歐洲步上欄 還有流暢自然的搖擺上欄 這個雙頭原來是來做更多的這個 淘汰動作的選擇 那可以啦 因為原本像歐洲步上欄的話就是 你好像把這個搖桿往左邊搬的話 就是它會這樣子的一個歐洲步上欄 然後不然拋頭的話就是往後按 然後墊步上欄的話 好像是往右邊還是上面按就對了 反正總而言之 就是相對起來比較簡單的一個形式 所以它這次的話會把它改比較複雜一點 就是避免你按錯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這件手勢對身材嬌小的後衛來說 有非常大的幫助 對於體型高大 體力強悍的球員 你可以體驗到一連串全新的上欄內容 讓你像是Yance at the Combo一樣 一路勇闖場上 然後還有非常多的上欄套組 因為之前我記得比較常見的 就什麼Ben Simms Lebron James 馬戲團 就是這類比較常見的一個上欄動作 所以這次新增了很多 不然David Booker Johan Bean Ella Iverson Matt Johnson 等等的球員 然後這次進區拳的話也可以利用雙頭 來進行不一樣的一個頭欄體驗 不然背框跟跳步上欄這些都可以做得到 會讓這個進攻跟防守之間的話 他就不會像是簡單的剪刀石頭布 他會變得更加的策略性 那我們這遊戲就直接衍生到下一個 就是我們運球方面的一個Combo 透過全新手勢讓你掌握更多的必殺技 反班手勢現在可以讓你開啟雙重過人 還有遲移滑步的運球套組 然後這次這個球員花式招牌運球的話 還是有在的 然後這次新增一個叫做進攻花式運球 實際演示上的話就有點像是 Steven Curry 就是用不同的節奏來進行運球 因為防守球員不知道你何時想進去切入 或直接往墊墊做一個投玩 這個系統的話 或許有可能讓這整個遊戲變得更加真實 也比較更加真實 就至少是策略性的話 會有更多一個選擇 但這邊也同時有講到 如果你一直用投玩的招式的話 會不斷消耗你的體力 到最後的話 你可能球都運不了 那你要怎麼用有些體力 來編織出一套華麗的花式運球呢 這看起來就得靠自己的技巧了 那這次的話還新增一個叫做 腎上限速的功能 欸這個確實是一個蠻特別的東西 當然進行困難的進攻 或是爆發性的衝刺的時候 都會增加一個能量消耗 那如果你三次的能量消耗都用盡的話 你在速度跟這個加速度上面的話 會有比較顯著的一個下降 所以你打球之後的話 要變得更加高效 就是你不能再這個漫無目的亂運球了 然後這一次NBA2K23的話 他新增五種不一樣的投籃條 但是呢 麥克旺也有跟我講 你關閉投籃條 依舊是有投籃加成的 所以我到之後還是會把投籃條關掉 所以對我而言的話 他就是我們今天是一個糖果商品 然後我有五種不一樣的花色 但是我終究會把外殼拆下來 然後我吃裡面的糖果 然後裡面的糖果是一樣的 所以對我而言 這個東西我就選擇跳過 因為我覺得沒什麼意義 然後這次重大的變化 是新增的投籃屬性 裡面包含了投籃的速度 投籃的高度 防守免疫力 還有時間影響度 這幾個東西 可能在實際演示的時候 會有更多影響 但確實啊 以下這 但確實以上這四點 是影響一個 跳投到底好不好用的具體方針 所以他把它拆解成這樣的話 我是能理解的 這是他們增加了大量的鏡頭動畫 然後數量上的話 是任何2K版本的兩倍之多 他們敢做這樣的一個誇口的話 我自己是覺得 嗯 是可以給他們一點點這個機會 是沒有問題的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直接來講到下一點 就是這個鼓勵進攻的部分 啊 這一代終於有切入直傳了 我記得上一代 原本也有講到切入直傳了 但是到最後我才發現 好像只有手遞手傳球 外一鍵按住的話 他好像只會還是在那邊晃來晃去 切入傳球 他終於回歸了 這是一個好的改動 這真是不是改動 他只是把原本我們大家很喜歡的東西把它裝回來而已 就這樣 但是 是好的改動沒有錯 另外還有一個新的定點跳投傳球機制 只要按住B鍵 你用左搖桿指向的球員 將快速執行V型或是喇叭型的切入 V型可能就是 切入內線再往外跑 這我可能無法理解 但喇叭型是什麼概念 就是 這樣 這樣是不是 我不知道 不知道喇叭型是長怎樣啊 除了手遞手傳球之後 你還可以指揮你的球員 就是 就是你想跑的空 或想跑的戰術 這樣可能會更好找出空檔 然後這次MC的話 你還可以裝 很多民宿球員的傳球風格 裡面的話 包含白巧克力的傳球風格 欸這個我確實覺得 還算不錯 那我們剛剛講到進攻 投籃 那我們接下來來聊聊看防守 跟往常一樣 防守依舊是遊戲非常重視的一塊 那這次2K23的防守投籃的話 有大量的改善 我們現在只要看他最後一句話就好了 今年我們創造一個系統 可以在整個投籃動作的視窗中 來評估防守球員的真球手 這個更大的取樣組合提供了更精準的結果 並且有助於頒布分數 與玩家根據畫面上所看到的情況是一致的 這句話基本上 這又是一個就是 如果你不實際操作的話 你無法理解他想要表達一個意思是什麼 但不吹不揮的說 雖然我對NBA2K22好像還是有那麼一些意見 就是我覺得NBA2K22在穿模防守的部分 有蠻大的一個改善 基本上我在今年很少有體會到 就是所謂的穿模防守 而當持久手對位到一個防守很強的球員的話 確實很容易就讓他對手停球 所以我覺得去年以防守而已的話 我是覺得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真的 公園的話真的會讓人家玩得有點 沒有這麼有辦法接受這件事情 就是我還是覺得運球手太強了 你持球防守做的再年我覺得都沒有太大意義 我只能這樣跟你講 但沒關係我們接下來再看第二點 就是持球防守 持球防守動作跟身體跳躍有了很重大的改變 新的內容更精確地描述於 當今的1對1防守的互動 當你處於防守位置的時候 你還會注意到控球球員身上有一個新的指示器 這是一個新的防守陰影機制 哇這個看起來有點帥 指標上面有三個條形代表三個區域 直線向上 向左陰影跟向右陰影 喔喔喔喔喔喔 他這次的這個系統我覺得有點東西啊 如果控球球員試圖攻擊紅線 他們就會被切斷 這樣看起來防守者確實有更大一個機會 去做這個 預知對方進攻路線的一個防守 確實他這邊有更明確的這個防守回報 這件事情我可以絕對肯定 如果這個新的陰影系統有辦法讓我覺得說 就是喔喔這個新增是有料的話 那我覺得這是NBA 2K23的改動 我可以接受 在NBA 2K23裡面的話 蓋火鍋已經被調整成更加真實的程度 從而產生更容易被預測的結果 球員在拿捏蓋火鍋的出手時機的話 也會適時的停止 不會再出現像去年這種小個子 完成了LeBron James等級追魂鍋 火鍋數量確實會蠻大幅度的一個增加 因為我自己在上次做完那個 廢人七月隊的影片之後的話 我讓Ben Simmons來做這個控局的後衛 他連續蓋了4次的火鍋 因為對方圈好像是Campus Walker 還是Dame and Lear 就是比較小的一個控局後衛 他就連續蓋了對方4個火鍋 哇那個感覺是真的很爽 那他下面這段主要講的話 就是在於說 如果對方的內線做這個沉退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可能要進去裡面灌兩個 可能還是有點冒險的 但這次的話他確實是鼓勵做進去裡面的對抗 雖然其實以現實層面來說的話 當對方的內線成退 我們就應該以中距離來懲罰對手 但這次NBA2K23看起來是想讓我們 往進去裡面繼續衝 跟對方拼個魚絲往破那種感覺 我是不知道這個改動算不算真實 我是覺得不是每個現在球員都那麼喜歡身體對抗 但沒有關係 但我這次可以看得出來 無論是在進去的防守跟進攻的話 在這次都會有更大程度的對抗 這件事情我本身是樂見的 那我們在下一段抄球這邊的話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大的重點 就在於說蓋火鍋或是抄球之後的話 球員做這個飛撲動作的可能性會變得更加多 因為我之前就很常就是我把球抄了 但我只能眼睜的看到球一直慢慢滾出界外 而這次看起來的話 這個飛撲球的動畫 或是速度的話會更快一點 或是更多一點 這個應該會比較符合現實情況 好接下來下一個的話 就是轉到我們這個MyPlayer 就是我們創建球員徽章還有載字的介紹 那在近年你在穿到球員的時候 除了過往的5對5之外的話 你還可以做一個3對3的對抗測試 而這個也是一個比較好的系統 因為畢竟真的很多人不打MC 但也有很多人不打公園 但你現在兩個都做錯的話 你們喜歡打哪個就去打哪個 我自己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改動 而這次的次世代徽章系統的話 他們去年發現 如果不小心把某個徽章疊得太強大 例如說我把三位球點滿 那我就可以點出指的狙擊手之類的情況 他們覺得這樣很容易變得太強 所以他們這次將每個屬性做16層的分級 第一集八個第二層四個第三層四個 你必須去裝備比較低層級的徽章 然後你才能越點越上去 這樣你就有可能必須點一些 你相對起來比較沒那麼喜歡的徽章 以此來獲得你最想要的那個徽章 這個改動我認知上的話 是比較偏向於公園那邊的 因為公園那邊確實 你有點一些就是最想要的徽章之後的話 你會直接忽略掉那些相對起來 比較不實用的徽章 但是這次2K23的話 會強迫你點一些相對起來 比較你不需要用的徽章 藉此來享用你徽章的點數 雖然是變相讓玩家玩起來比較沒那麼舒服 但是我只能講 電競嘛他們都現在要把球員平衡掉 這個改動的話 我覺得是能夠稍微理解一下的 除了等級他們還導入了核心徽章 這邊總共有四個獨特的徽章插槽 然後每個徽章的話還有不一樣的挑戰 如果你的球員想要變強的話 我自己覺得這樣應該算是一個比較挑戰性的部分 那這次徽章的話有新增了很多 那我這邊就不一一贅述了 只是在頭來徽章部的話 他遺族都蠻多的 包含了大廚、熱區獵人、Lucky7、錯位大師 穩當射手、狙擊手、無限定點跳投 狙擊手這麼好的徽章居然被拔掉 我是覺得有點可惜啊 然後聽說這次防守徽章的話 有新增一個叫狂馬的徽章 聽說這個徽章的話是專門給Patrick Beverly的 我如果沒有理解錯的話 他應該就是專門讓這個防守球員的話 在跳球的時候 可以更加快速的跳到那個球的樣子 我有點不太確定這個5050球的意思是什麼 那各位觀眾知道的話 你可以留言告訴我喔 那他們這邊還有把團隊的展示重新設計 這次他們讓整個球隊的話都共享同一個計量表 然後如果大家表現都非常出色的話 你們就可以開啟團隊載智能力 而這樣看起來就比較不像這些MC一樣 就是一個人 主要載智、吃掉載智 最後要團隊載智 然後大家一起搶這樣子 然後就是大家共同累積一個計量表 如果到達那個程度的話 才會開啟團隊載智能力 這改動看起來也比較符合這個 所謂的團隊載智的一個概念 接下來就是最後的一個人工智能的部分 訓練其實在人工智能方面 我自己就覺得有一個非常顯著的上升 不然當我在做進攻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防守者對我的話 我其實很難做這個進攻 我進攻起來就會變得非常的掙扎 但我老實說今年2K23他把這個人工智能系統 他把他講的有那麼一點點的複雜 他們想要盡可能的還原球員在現實中 可能怎麼打球 他為每一個球星去配置了一個 動態招牌的攻擊套組 然後基本上會以這樣一個前提之下的話 去進行這個進攻的組合 例如說James Hudson的話 就很常使用Double Step Back 例如說YS的話 就很容易做切入進攻的灌籃或上籃 然後Steven Curry的話 就做這個備運之後 就直接飄起一個三分球 這些都是比較常見的進攻套組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 人工智能執行擋拆戰術 擋拆確實在NBA 2K裡面的話 會是一個非常簡單 而且重要的一個進攻系統 今天你不得不小心那些 擅長利用無球擋拆進行得分的人 人工智能會敏銳的察覺 並且意識到基於防守範圍內 可把握頭玩機會 然後這次的一個教練的話 他也有稍微改動 他就比較不會讓一些球員在關鍵時刻不上場 例如說有個球員 他今天的話就直接來個什麼17頭3中 教練的話會直接把他拉下場 然後叫其他23號得分點位 然後上來打球 這應該是一個比較符合實際情況的改動 接下來再來防守改善 去年其實他們就已經制定了 非常多不一樣的一個防守策略 包含了什麼不要投三分球啊 直上防守啊 或者你試著去做一些區域連防 這些在去年系統的話 都有一個明顯的改善 這次人工智能會根據得分手的投籃效率 來進行防守上的一個調整 但我也希望不要像之前一樣 當你今天得分得太多 然後電腦就直接開包夾 然後讓你打得很不舒服 我自己覺得這倒沒必要 這邊的話還是以現實角度來想的話 這會確實是有那麼一點點奇怪 只能這樣講 跟去年相比 隊友的幫助的話會大大減少 因為這邊看起來 基本上他還是屬於一個 一對一的防守的話會比較常見一點 開關防守設定的話來做一些調整 那最後終於來到結語啦 簡而言之啊 在今年工智兩端的話 都有非常明顯的改善內容 NBA2K23的話 將會在9月9號正式發行 那今年其實看下來最大的一個重量消息的話 就是本世代跟次世代 共享同一個球員建模系統 這是我個人認為最好的一個消息 這將來起來本世代的話 就比較不像是次的公民 但也就只是不像而已啦 其實我認識上在去年來說 哇大家也不開心 源自於說他們認為 系統上的一成不變 但我自己認識上 其實每一年他都有做一些系統的一個更新 每年如果你光看遊戲畫面的話 確實看起來都一樣 因為畢竟本世代次世代就是長那個樣子 他們其實每年都在做不一樣的設計 所以我其實覺得 那我這邊跟各位講 阿以我的角度啦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今天就是單純看我的影片的話 那你其實 繼續玩NBA2K22就好了 但如果你是深入的玩家的話 我建議你去入手NBA2K23 因為其實今年在這個 防守方面的感覺的話 確實有些不一樣的改動 而且整體動畫看起來 增加還算不錯 而且整體動畫看起來 增加還不少 NBA2K23可以做到更多元化的籃球 我真的不希望公園像以前那樣子 從頭到尾就只有那幾個角色可以打 因為其實台灣打公園的人本來就少 然後你只能用那幾套簡單的方式來打的話 我自己就覺得有一點可惜 浪費了這個系統 好啦那以上就是NBA2K23的整體解析 以及我個人的小小心得 那如果各位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下下方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的觀眾們 最新的影片按讚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